我看了《流浪地球》了 終於 那到你說了 沒辦法了 你一定要說了 《流浪地球》我看完 我覺得《流浪地球》 受歡迎有些原因 而且戲挺好看 我初初以為 《流浪地球》做出來 那個感覺 是 像以前 那些典型大陸戲 即是《大陸救地球》 即是《中國救地球》 雖然現在也是 其實現在的結果 都是《中國救地球》 但它就不僅是《中國救地球》 它不會變成《中國Rambo》 那種 只是《中國》才可以保衛地球的戲 但是 整體來說 先去到《流浪地球》的動作是好的 即是 如果這套戲 我都覺得 終於叫做有一套 大陸戲 甚至香港大陸台灣的科幻戲 叫做上德大台 當然 他只能夠用歐美電影美國 去荷里活那把尺 他的製作水平去到B左右 你說和明日之後比 都是明日之後比較強 但明日之後很久以前 和現在那些比 最慘的是我剛剛看了Avengers 比起來美帝確實是厲害 以中國電影來說他真的好 他的特技是韓國製作的 不是國產嗎 不是 找了一間韓國studio跟他做 大陸那些studio不行嗎 做攝影機那些 我覺得他的電腦特技是很達標的 而他整體這套電影上得大桌 令我很猜疑 我都覺得看了這麼多一套 以前香港那些也好 大陸那些也好 其實大陸很少科幻戲 有的那些你都不會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那些什麼機械盒 哇 屌辣星 真是垃圾 一看就已經衝到廁所了 那 他上得大桌的原因 第一 就是那個特技做得是可以接受的 他現在找那間是韓國的studio跟他做的 而他那些故事做的 他那條計劃也是達標的 等等 韓國studio跟那些 與神同行的那些等級差多少 因為他在說另外有些是在紐西蘭找人做的 他基本上就是韓國團隊做 然後他報稱大部分都是由中國人做的 通常都是假的 你相信他就死了 即是說大部分其實應該是韓國的技術 然後有些就是紐西蘭有的另外一個studio 就負責搞一些物理技術 但做出來你不用理他誰打誰 總之其實買都無所謂 這個世界不用太介意買別人的技術 即是我不做 我可以判給別人做 沒有人那麼妄居 不懂都走去做 總之他砌出來那包東西是很淒利的 而他那些道具 景物做得不錯 反而他說這些全部都是中國團隊做的 反而我覺得很淒利 他看出來的樣子不良 他終於搞出來那些太空服 強化衣 即是他有些是機械強化衣 那些美術又挺OK的 雖然明顯是大量的參考別人 但天下文章也是一大抄 如果以搞這些科幻就無所謂 強化衣一定是那些東西來的 一定是機械外骨架 即是機械外骨架 每個都是做出來的樣子 那他那些東西又OK 他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 那個道具的細節度是好的 有質感的 這件我都覺得他是做得好的 那製作是做得好 達到你外國西片的B級 雖然我的結論是 如果你要付錢看 就看Avengers 真是大東西 你看完之後就發覺 Avengers真是大東西 這樣收了百多元 復旅遊街真是大 即是流浪地球的幾倍 不是幾倍 是流浪地球的十倍 如果按這個比例 流浪地球最多給20元 但是故事都上了大桌 難得中國科幻 是可以 不只是製作 製作我都可以買別人 但是那個計劃 都是由他們發展過 用劉慈欣原創作品發展過 但是看出來都是很硬科幻 因為劉慈欣本身就是很紮實的科幻作家 他本身的大橋 當然結果被人改了 結果都是中國人救地球 但不要緊 算了 你如果不是這樣 你怎麼拿上映證呢 你又要顧一下別人 但劉慈欣那條底子 是很紮實的 他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推動地球 為什麼要去到木星那裡 被木星吸下去 搞到他差點 整個地球咬下去 其實是有些原因的 原來他是要借助木星的引力 把地球拖出去 為什麼要拖出去呢 就是太陽在萎縮中 然後他要拖去下一個 找到已知的太陽系 把地球固定在那裡 以後就可以在那裡生活 大概那個邏輯就是這樣 雖然大話怕計數 其實他是瘋狂的 他說最近的太陽系是4.2光年 但是他打算拖去地球過去 那個地球要加速到光速的千分五的速度 那你一聽就 哇 你知道千分五是多少 快到你不相信 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 你聽來聽去 不是吧 即是以人類的科技 有本事推一按 推地球推到四分 十分之千分之五的光速 那算了 聽鼓不要博鼓 你不要說這些 如果你用科學角度來講 這件事就是白癡才會做 都做不到 但是聽鼓不要博鼓 科幻的硬度夠 然後呢 我就覺得這些都不夠 其實這樣飛過去最大的問題 都不是你說的那個 你說的那個 都沒有那麼多能量 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 說地球可能會有幾千年的時間 是不接近任何的行星 那那個問題 你去看看外面那些 碎石頭就知道了 你不接近行星 你會變成一塊冰磚 大浪 那你的冰磚 你有幾千年的時間 有冰磚 你的人類還能爭取 所以他就只能夠用一個說法 就是說那些人躲到地底 我不知道你躲到多少地底 真的要躲到地深 問題是你有幾千年的時間 是啊 如果你說有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這樣也算了 其實是有些位置難解得通 不過算了 聽招就 招是ok的 電影是製作以中國電影的精良 整體達到美國電影的B-C之間 我覺得就是B-美絲頭的製作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Compare 就可能你會覺得是 Netflix那些科幻片比較突出 即是會比Netflix那些科幻片多一點東西 就是多一點CG 那你就有錢嘛 那就做多一點 但是我反而想說 就是 他的觀賞性挺足夠的 如果你看Netflix是值得看的 而他有一個觀賞點 我覺得很好 就是那個個人主義 就是一個人民精神 跟普通的大陸電影有不同 所以我覺得他在大陸受歡迎 是有原因的 其實他跟普通的大陸電影 那個精神面貌很不同 你以前看大陸的電影 最重要就是為國為民 那麼他這套其實不是的 他原本那班人 是原本因為自身原因 就走鬼了去 叫做偷了一輛運輸車 坐著那輛運輸車 整整一下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因為地球出了個危機 所以大家就要拉住一塊 叫做火石的東西 總之是拿去一個推進器 扔下去就讓它推進了 但是在他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一些以前你看大陸電影 很少出現的場面 例如有個人 就因為覺得先要救人 就不要為了任務 所以就打爛了火石 即是他寧願 你現在一定要先救人 有人有危險 有人就快死 我們先去救人 這些加國大義 這個稍後再想 其實這些以前是沒有的 其實也算是 劉慈欣的《流浪地球》 我沒有看過 但我剛才看過 我覺得都是劉慈欣不同的地方 他是很多個人主義 而且他會先顧及個人利益 他會想 喂 是呀是 為國為民是重要的 但現在是不是一定要犧牲 如果要犧牲就不要 我們這幾個人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的命 他有很多這些 死了人 如果有人為這件事犧牲 他是會覺得慘 我們要想想 有沒有必要 是不是每次都要犧牲人 去救 捨身成人 是不是 是不是只能這樣 又或者人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他未必會給你一個答案 他只是告訴你 喂 人面對這些事的時候 你叫我 要是犧牲 要是犧牲 要是犧牲救國 要是犧牲救地球 要是走路 可能很多人會選走路 他那個精神面貌 很多是先顧自己 先顧我們這幾個人 至少先救我們 他有很多這些事情 而 他後來 都有一些集體救地球 的橋段 也有少少跟外面說的不同 就是 他最後 雖然 都是中國 那幫人 即是 當時是中國團隊 去救地球 去探索 那個推進器 去救地球 但是 他都會多很多 是講其他人 即是他要鼓動其他人 不只是中國人去救地球 你要鼓動全地球的人 一起去做才行 即是他會多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你看起來 跟一般的中國價值觀 是有少少出入 少少 但不是多 因為你太多 都是那句 拿不到上映證 即是你看看暗經 那些中國WAMBO 就很不同 即是你如果看 看他那些 什麼什麼 死了 他那套 叫什麼 看戰狼 那很不同 戰狼的世界 其實很自私 他只是中國人有事 於是我們中國那幫人 就只是去救中國人 其他事情關我什麼事 劉慈欣那些書 就不是 即是他整個世界 每一個人 不是劉慈欣那些書 就不是 但就像你所說 你拿上映證 是的 但他這個都扭扭地 主要都是 幸運有中國人 最重要的是 幸運有中國人 不怕死 你和你們放棄了 中國人都繼續想救地球 如果不是地球 全家產 即都是這些 但結果出來 他是多很多個人 即是個人主義 多很多人民色彩 這個也是他好看的地方 我就說他沒有像Avenger 那樣拍五年後 你發覺 就算做到那件事 五年後的地球 也太可憐了 他算是好看的地方 另外一個好看的地方 就是 他亦很多是為了救地球 即是他想了一些很宏觀的事情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拼搏呢 我們是為宏觀的一件事 就不是為中國 即是其實他不多 首先他不是為中國 他是為地球 雖然我沒有看 我也有聽回資料 這件事我就要講一下 其實原則上 如果我聽回來是沒有錯的話 在那個世界 根本就沒有中國 其實那個世界沒有中國 那個是聯邦軍 只不過是 原本是有自戶去打他 現在就沒有自戶去打他 他就已經變成聯邦 沒有中國 結果 其實他想了很多 我們是宏觀的 救人類 救地球 其實那件事我覺得 在中國的電影 其實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中國電影 有時候的價值觀 最扭曲 最糟糕的就是 你經常看 你看那些什麼 《燃禧攻略》 那些什麼 《夜晚播》 那套叫《恩環》 不是 不是 《恩環傳》 浩蘭傳 《浩蘭傳》 又是 另外《夜晚》 《阿周迅》 那套 不是 《余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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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他只有一件事 以前的中國人 只有一件事 所以 尤其是中國 在那些書 你看那些 《燃禧攻略》 那個世界 中國的女性 原來只有一件事 就是上位 無論做什麼也好 我哄皇帝也好 做壞事也好 其實不要緊 我只是為自己個人上位 以前 或者現在也是 反映的就是 可能真的 你就是反映中國人的價值觀 我又不敢說 只是中國人 人家都有 不過我們特別喜歡 點著這件事 令他發光發亮 就是令大家覺得 上位就行 我最重要是 自己上位 你看來看《燃禧攻略》 就是為上位 就是一句說完 就是 我做什麼不要緊 我最重要是上位 他裡面沒有家國大使 你看來看《燃禧攻略》裡面 其實在 在 《燃禧攻略》的主角 在 一瞬間我想不起來 糟了 總之他們那個世界 是沒有任何其他事情 他只有自己上位 那 你不是一個正常的思維 正常的思維 你個人 當然有些更大 更宏觀的事 如果不是 應該這樣說 你上位是一個負在用 就是等於你發達 李嘉誠發達一個副作用 搞好和記 搞好長江 才是他的事 他一定是有些宏觀的事 令到他產生發達的副作用 而 我們看很多中國的電影 就是 你看來看去 是魏英諾 你看看魏英諾的一生 他什麼都不理 旁邊的人死 關我Q事嗎 國家塌 關我Q事嗎 不是 國家塌 真的關他Q事 真的關他事 如果被英國佬 通知了他 他馬上走路 但他會想 當然不是 被英國佬中 就是入籍 是的 不是 他的價值觀就是這樣 如果英國佬 打死了 又乾隆 那怎麼辦 轉跟英國佬 就是一個樣子 只有一個上位 他有沒有再高一級的價值觀 沒有 你看最好笑 看悼拉拉升職日記 就是一個好笑 你看悼拉拉升職日記 和課長賭耕作 部長賭耕作 董事賭耕作 最不同的地方 是有一些宏觀 為國家 為公司的思維 個人當然有 結果他個人升職 由省仔升到CEO 當然是他個人得益 但他是因為宏觀 例如他經常會想 日本現在應該要做些什麼 發展農業 日本的未來 是要做些什麼 才會開闊一點 你是會有些宏觀的思想 達到你個人的生活改善 或者是上位的副作用 而燃禧攻略 不就是 悼拉拉升職日記 講得明白 他只是一句說完 就是扎職 沒有了 扎職 嫁個好老公 你不如直接嫁個好老公 算了 你不用扎職 你直接跳完 所以解釋到 很多這些劇 其實是為什麼 燃禧就是這樣 魏嬰樂 就是嫁個好老公 魏嬰樂 表面上是清宮氣 實際的核心精神就是嫁個好老公 沒有了 但他 流浪地球好看的地方 他就不是這些 他沒有這些 他自己個人上不上位 對世界沒人 上不上位 我想在大陸 人眼中 都會有一些新的事情 終於 他們都不只是為個人 起碼他不只是貪生怕死 或者他想的事情 是 救其他人 或者是為人類的未來 會多些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很開始 但是 不是 如果跟美國A級科幻比 就差一點 不是差一點 都差很遠 製作也好 故事也好 都還有很多空間 但是我覺得是很好的開始 也不只是科幻 好像我上次這樣說 你的spirit都錯了 但是 他都盡量的 你看到的 其實大陸的最糟糕就是 你要拿上映證 那你沒辦法 你一定是打磨過 在拿到上映證的極限 我覺得他已經是 拿到上映證的極限 那 是好的 第一步 20元是值的 總括來說 20元是值的 如果他 用Aventure的比例 Aventure現在是850元左右 相對的比例 他就值20至30元 如果是這樣的價錢 我也會看的 如果在Netflix 就不用錢 我就覺得很值得 還有開了眼界 當然 你以前也沒有看過 大陸是沒有科幻的 大陸的特技不能看 現在這套是 是可以看的 加上有吳孟達 你也很重要 其他人也沒有所謂 香港人支持香港人 我們也看吳孟達 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其中一樣 我猜 當然我猜 猜是其中一樣 中美談不妥的事情 大佬 大佬 你去到大陸 我都不要說其他事情 都不要說 你放Google 放Facebook進來 你只是電影上去到你那裡 又批又西又咳 怎麼辦 大佬 所以你問G.O.T.到底騰訊買了點播 我都很巧氣 大佬上去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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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蕭生拍的那些 肯定沒有東西看 不是什麼鴨王二 不是那些 阿傻 我想看66分鐘版 我想看他能不能配合 那些電影都不配合 大哥說我當了特朗普也不相信 你連這些都放不開 等一下會不會是另拍了結成版 導演自己都不知道怎樣拍 就像我們現在電視播放無間道 你不把無間道剪20分鐘看 現在這個無間道剪20分鐘是沒有導演剪的 那個是導演都不知道 是他上了導演 人家問你裏面那套只有6分鐘 沒有可能的 我都沒有做過 導演做了一個導演版 108分鐘的 但66分鐘什麼時候剪出來的 不知道 這個挺好笑的 沒有什麼特別 我差不多了 有沒有其他的補充 電影呢 我剛才說過了 我只回看了之後 《Venture 4》 都沒有看的 因為其實都沒有什麼相片 這個星期就上美加超 我看看如何 但是呢 我去了看林子祥的 是musical 我原本想說林子祥演唱會 但我都看漏眼 原來是musical 好不好看呢 結果是令人 普遍失望下的 是令粉絲普遍失望下的 其實跟林子祥沒有什麼關係 其他人唱的 你這個就對了 不是跟吳酸母的關係 那些歌是林子祥的歌 是 那項目是 林子祥的狀態 實在是 已經是 差一點 強差人意 那沒辦法 他又不是很差的 因為許冠傑更差 你看到的底線 他在那邊 但是他 其實他和他一起 雖然那些歌是他的歌 但是他唱的 就 一半鬆一點 其實 兩個半小時的演唱會 你就當林子祥唱了一個小時 那麼少 但是他musical 有時候又配合故事 不是 那反過來 其實不是很故事 我覺得反過來 是用musical 來包裝這件事 那他就唱少一點 那就失望一點 是啊 他就聘請了一些 小肥 胡林 那些 那些 必須由他們去唱 你覺得那些 就是 是他的歌 但是 我明白 但你覺得 都不是你 是半碟來的 是 一碟錯 有半碟是半碟 是 為什麼這麼多半碟 哈哈 舊肉這麼小 哈哈 這樣吧 就是羅伯大哥舊肉 哈哈 就是這樣吧 所以就是 有少少 那他就收你的價錢 是 其實說真的 他的價錢和中學友一樣 那又 但問題是中學友 那三個小時 是見的 他真的 從頭到尾 頂了三個小時 嗯 不過有時候很難說 就是這些 那個歌手都年紀有分享一下 那你都 只能夠體諒 不是啊 說真的我覺得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啦 但是 如果我 我曾經是一個 顯卡時的歌手 而 我去到這個狀態 我寧願不開 都 就是 我自己 不會選擇他開 當然 其他因素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後面 背後 有什麼因素 他一定要開 等錢洗破水 那些 當然有些 等錢洗 學友都等錢洗 什麼時候都等錢洗 香港人 有什麼時候 但是 學友等錢洗 知道他 他交足120%的資料 大佬 好 明白 差不多了 你有沒有其他補充 不說了 算了 多謝各位 下集再見 拜拜